大家好 星期二得道 今天是2021年8月31日 星期二我們 跟大家關心一下這個 疫情消息 即是通關的消息 香港的紅色媒體HK01 他放資料出來 說接觸多個政商界消息人士 表示由不同 渠道 收到的消息 越港兩地免檢疫通關 延至明年2月份 北京東奧運 舉辦之後 即是明年3月兩地才可以通關 這個不用他消息 我們早就跟大家說了 但是 他們的說法就是 北京東奧是不容有失 中共為了保障 北京的東奧是順利舉行 不希望有任何的疫症 但是大家想一下 這個說法對不對 完全是夠說 北京東奧 顧名思義在北京 粵港兩地 顧名思義在粵港 粵港就是廣東省 廣東省跟北京搶了幾千公里 關他糞事嗎 通不通關關你糕事嗎 關你北京東奧糕事嗎 所以 這是一個假消息 我的消息意思不是說是假 不是說他 明年3月份才會通關 明年3月份才會通關是假消息 其實 是他 把這件事賴到北京東奧 其實 這個問題是甚麼呢 他裏面有一半真 還有一半假 但是用北京東奧來做黨治牌是假消息 但是明年3月才有機會通關呢 這個是真消息 因為我們 其實已經報導過了 香港政府把香港的防疫 這個限聚令維持了明年3月 其實 他們已經收到上面的通知 最快 明年3月才有機會通關 但是 代表明年3月 可以通關 這是很重要的 我要跟大家詳細分析為甚麼 我認為 明年3月才有機會開始談通關 而不是恢復通關 說之前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痛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 後面頻道 月費贊助 暫時我們也只是會放在星期二的主頻道 出片 不會放在後面頻道 當然 現在外面有一個叫今天新聞的假網站 偷了很多的 我們呼籲 大家如果從這個地方 聽著我們節目 就記得了 記得就是投訴 以及舉報 他們是在偷我們的影片 當然不只偷我們 偷了很多人 但是 他們是連藍絲也偷了 他們是一大堆所有東西都偷了 但是 盜用了我們的Logo 盜用了我們的封面 好了 我們說說 消息 說現在北京東奧關乎國家面子 不容有失 好了 讀一讀新聞給大家聽 再跟大家分析 一名商界消息人士說 文書為防影響北京 順利舉辦第22屆東季 奧林匹克運動會 內地當局對香港免檢疫通關 持續 抱著一個猶豫的態度 事一 中國成功舉辦東奧不僅涉及體育試驗 更觸及中國政治社會體制的優越性 是否整個西方的大問題 這個其中一個 原因有5%左右 關於東奧 事想今年 東京 舉辦的夏季奧運會 本意延遲足足一年才舉辦 即使最終勉強成事 絕大部分比賽都無法容許觀眾出席 場面冷清 而且期內日本疫情大反彈 日本人民反對舉辦奧運之聲更不絕於疑 對於日本來說 原本世紀級的盛事 不但草草了事 巨額金錢收益最終炮湯收場 政治上 首相菅義偉民望不勝反跌 奉行西方體制運作的日本社會 果真人財兩空 日本當然跟中共一樣都是很有面子的 他們一心要搞奧運 就沒有辦法改 而且 怎麼改呢 扔了那麼多錢 當時 很多人說要炒東京奧運的概念 投資日本樓 當然最終日本 日本的社會跟我們一般的認知是有些出入的 他說 躺若明年2月中國成功主辦東奧 各個場館 觀眾爆滿 處處展示出中國抗疫完善的偉大面貌 無疑在國民產生性格西方的國家自豪感上 將贏取一場重大的勝利 既然滋事如此體大 恐怕一切 不利參數必須盡量減少 當中不幸地 包括了和香港通關 所產生的疫情風險因素 根本香港就沒有疫情 所有都是輸入的 香港的限聚令 政治問題就不讓人上街聚集 根本和香港疫情是完全無關的 而北京的奧運 北京的冬季運動會 坦白說有多少人看 哪一個會關心冬季運動會 只是習近平實有介事 因為 在胡錦濤任內 2008年的時候 舉辦了一場北京的奧運 當時萬邦來朝 胡錦濤就像世界之主一樣 現在習近平又想做多一次 不過我告訴你 北京的冬季運動會 一樣是會在全世界底底之下冷冷清清 沒有外國人 你中國人 即使開放了場館裏面的東西 也是沒有用 我可以告訴大家 這個武漢肺炎的變種 是一定會在大陸爆發的 北京 到時也有機會是沒有觀眾在場 一定是冷冷清清的 沒有意思的 接著繼續讀新聞 再跟大家分析 一個建制派消息人士說 言至明年3月後才通關 不是一項估計 而是一位內地負責的官員向他透露 廣東省當局預備明年3月才跟香港正式通關 他繼續說 雖然每天香港已經跌到只有3至5宗外地輸入個案 但以內地的實際情況 以及按比例去計算的話 內地輸入個案始終明顯低於香港 故此 廣東當局對香港通關時 興趣是不大的 一個港府官員回應 廣東當局對香港正式通關的說法 他承認確實 是有這個說法的存在 大家強調 香港各方面已經準備就緒 隨時在通關軟件和行政管理上 立即落實通關安排 這個狗官 當然是打完牆了 是沒有機會的 我去告訴大家 是沒有機會的 大家寫一條心 不用自己通關 中華廠商會會長史納德表示 如果消息屬實 對於商界來說是 嚴重打擊 我去告訴大家 這個消息 不單只是嚴重打擊 3月份也不用自己通關 你知道嗎 你是否惡謹的 商界一直期望早日通關 過去一年半 兩地來往無法重啟 對兩地經濟來往有頗大影響 他提到 即使無法全面通關 也建議中央 可作一些體恤安排 如容許商人 點到點 封閉式到內地工作 我知道內地的防疫要求政策是清零 但是現實上 世界許多地方的經濟都開始受不了 某程度上容許與疫情 存在 共存 其實只要疫苗接種率到一定的地步 即使感染 症狀也會很輕微 不會出現重症死亡 我們現在開始可以考慮兩條腿走路 防止病毒擴散當然要做 但是是不是可以有一定程度上的寬限呢 我現在回答你 NO 沒有可能 我現在可以正在跟大家說 中華總商會 香港總商會 西商會 中商會 南商會 北商會 全能部 你們死一條心 香港 不會通關 香港和大陸是不會通關的 是不可能的 經濟 只是一個很少的問題 對於習近平來說 經濟不是最大的問題 為什麼 東京的運會固然是一個 很醜的事法 就是花了那麼多錢 花了幾千億 竟然 冷冷清清 草草了事 當然 另外一個就是美國 營起金牌的數量 其他都壓過中國隊 但是 對於習近平來說 除了他要在東奧 即是在北京的東奧 展現出他的領袖的地位 大國領袖之外 其實最主要是什麼 最主要 因為習近平的面子 沒有辦法放下 因為 因為他在去年10月份 他們在北京召開了一個很龐大的 戰勝新冠肺炎的一個表彰大會 在那裏頒獎 告訴你我贏了 你怎麼可以告訴全世界 你又說贏了 原來是輸了 沒有面子的 所以 我可以告訴你 大陸是一定會堅持清零 堅持到 直至民變發生為止 如果不是有民變 不是有武裝起義 他是不會通關的 我可以告訴你 沒有大規模的民變 要求這個通關 當然我覺得是不會發生的 如果沒有武裝政變 當然武裝政變就不用發生了 可能會推翻習近平 把他斬首 把頭怪在天上 這個可能是其中一個可能 如果不是有一個那麼重大的事情發生 我可以告訴大家 東南西北商會 你們寫了一條心 在大陸有生意 不用置疑 不能通關 當然我們也有很多朋友在大陸的滯留 在大陸沒有辦法回來 其實我想跟你說 有機會你們也要回來 因為現在的情況 大陸不會通關 不會開放 沒有機會 習近平告訴了全世界 我已經贏了 我已經戰勝了武漢肺炎 你突然說要跟病毒共存 即是我輸 你可以輸 習近平不可以輸 所以 中共是會跟 全中國 12億人民攬著一起死 是不會通關的 在大陸的朋友 你們除了偷渡之外 沒辦法離開中國 在香港的朋友 有機會你們 就好走 天堂有路 你不走 地獄無門 你竟然留在這裏 所以這個情況 不是 單純東京 北京 東澳問題 有很多京澳 北京的東澳 坦白說裡面的漢武就不會吸引到人了 尤其是你中共主辦 本身不是一個滑雪大國 可能是兵虎你懂得玩的 那些人躲在這裏訓練 長期訓練 從兩歲開始訓練的小孩子 訓練了二十年 那當然有機會贏了 人家是嚴餘的 還要去打工 還要做兼職 你國家培養二十年 要去訓練一堆人 你贏了金牌有甚麼出奇 純粹是靠你熟能生效嘛 熟到眉眼都可以打贏 這些完全是沒有意思的 你不是體育來的 好了 這次 從這個消息 我可以告訴大家 香港的商人 還是很單純 尤其是中華眾商會 屎立得 乖乖的 你養下馬好過啦 做甚麼生意 現在大陸生意 不能讓你們做的啦 這段時間先說到這裏吧 拜拜 好